我們有看過婉婷粉絲專業的人都知道 婉婷她其實她最愛她們家的哺哺 我把她當作媽媽的小孩一樣 然後我們也知道 婉婷在看了我們張媽媽的影片之後 回家也抱著就是哺哺哭 然後我想這一切應該都是點滴在心頭 然後能不能請婉婷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這次的活動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有什麼想跟大家說的 其實呢我們家庭就是從小到大陸養狗 所以呢狗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像家庭的成員一樣 也是我們的一份 那自己養狗以後才發現 牠真的很像就是小孩一樣 然後需要人關懷需要人照顧需要人疼愛 所以每次在路邊看到那些流浪的小狗狗 我都會覺得很就是心酸酸的 希望牠們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那你看牠們這麼天真無邪的笑容 然後又這麼可愛 會溫暖你的心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每一個朋友 都能夠盡你的一份心力 那幫助這些無家可貴的小狗狗 讓牠們找到很屬於自己的家 謝謝婉婷 然後 西北市平溪的張媽媽說過 為每個毛小孩帶上項圈 是牠一生的責任 然後我們現在歡迎平溪的張媽媽 和執行長進場 然後為大家說一些話 謝謝 張媽媽她以前是完全不知道怎麼樣照顧毛小孩的 然後透過一些機緣 她慢慢的到現在養了四五百隻的毛小孩 然後請媽媽 嗯 請媽媽自己談 然後 張媽媽其實就是 都為善不遇人知 就是她靠自己的力量 然後還有一些夥伴志工的力量 然後讓很多的毛小孩有了一個家 然後她也 他們也 就是用他們自己的心力 每週六日在建國花市 去送養個小孩子 然後 我們現在就請張媽媽 或者是執行長出一句話 就是 我們希望是以任養代替夠買 那你如果決定養她了 就要決定養一輩子 不要就是 直接因為一個原因 或是因為傳統的一些舊的觀念 譬如像 蠢蠢蠢 就是她是因為白腳底 那很多人 老一輩的人 都會覺得說 她就是一個很不好的 很不吉祥 不吉利的一個傳統文化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喜歡 白腳底的小狗 那其實他們真的非常非常可愛 那以 就是以米克斯來說 黑色的精英其實是最優良 而且是最健康 疾病是最少的 所以我們針對 相當地推黑色的米克斯為主 那因為他們都是黑色 就是也是古白 所以熱氧率真的比較低一點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看見他們的好 然後他們其實每一次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忠心 那對 對 而且我們也照顧同學健康 我們都會打預防針之後 甚至就是如果到六個月 還沒有送出去的話 我們也會先幫忙接渣 所以都會先幫你們做好 然後健健康康的送出去 那希望大家就是 對 就是可以把他們照顧好 然後給他們每個家 做到不離不棄 這樣子 那因為小狗比較平 就是我們也希望說 主人要有相當的耐性 去教育狗 那去讓狗學習說 融入我們人類的生活 主人的生活 那不要用打罵的方式 那也不要容易不耐煩 因為這就是小狗可愛的地方 他天真活潑 所以就是要有耐性 然後主人先改變 狗狗才會跟著改變 對 那謝謝你們 好 感謝大家 因為我今天比較沒有聲音 那就是我們盡量低調 就是反正是只是想要 讓一隻瀏覽狗有個家而已 我們做什麼事情 不太想要讓人家小狗 這次感謝家丹尼爾 他為了想要讓我們更加著重 所以選擇了我們 謝謝大家 還有對 婉婷 婉婷真的很棒 嗯 我不太會說話 就這樣子吧 好不好 謝謝張媽媽還有執行長 然後請工作人員來裝牌 他立刻把小的蛋糕 變成大的蛋糕 然後讓各位可以拍得更清楚 讓這個訊息可以傳達得更確切 OK 然後我們現在請Christine 臉旁邊讓攝影大哥拍一下 好 嗯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這個活動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這些流浪的小狗狗 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所以呢 請大家領養代替購買 然後呢 讓這些小狗狗呢 都有一個很溫馨的家 然後千萬不要輕易的拋棄他們 可以讓他們在健康的環境上面生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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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就請 呃三隻 嗯 OK 請婉迪拿蛋糕拍一下 先看右邊 中間 右邊 右邊 還有哪一個地方需要我們 右邊 右邊 中間 中間 好人中間 轉過一點 謝謝 請婉婷蛋糕放下來 然後讓三隻可愛的狗狗 看他們願不願意吃的蛋糕 他們肚子應該很餓吧 怕當作是 我怕死了 我那個HAPPY 那個書叫什麼 七歲二 我知道 請大家靠近我們看一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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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 好 來 先從這邊這邊 來 先看到這邊 來 先看到這邊 先看左邊 來 上面這邊 中間 然後 右邊 看起來狗狗好像都飽了 看起來狗狗好像都飽了 嗯 那我們把蛋糕就留給最左邊這隻狗狗 等一下好好回去吃好了 那我們就讓活動接下來繼續進行 好